哈喽,我是老雷 我還在阿拉姆土 剛物理治療回來 有一個看起來像KTV的地方 我記得我們不是前幾個月 還是什麼時候說的漢字嗎 然後那個時候 我這樣很多人很生氣 因為我說我這個老雷 這個許多點中文的老外 我覺得 我覺得簡體字特別傻 我覺得特別呆 我覺得怎麼說呢 簡體字 它代表著一種 中國大陸 或者是新中國對自己的一種誤解 對自己的一些錯誤 我這麼認為 就是我覺得 新中國在我看來 它有一點自卑 它一直覺得 我們這些民眾 這些 所謂的老百姓 他們特別傻 特別笨 特別不動事 沒有什麼知識 所以說 需要管 記得成龍那句話 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他是這麼說的對不對 但是我就覺得你這個邏輯不通啊 大哥 就是 如果你跟我說 中國人需要管 那誰來管那些中國人呢 肯定不是中國人啊 因為中國人不是需要管嗎 我們德國人不需要管 我們有法治、民主、言論自由 我們不需要管啊 只有你中國人需要管 那是不是我們德國人 要來管你們中國人 明白這個邏輯錯誤嗎 成龍 當五毛 哎 也是悲劇啊 我本來挺喜歡他的 後來我就覺得噁心 這個 對自己的一種 這種誤解 這種理解錯誤 我就覺得哎呀 我們素質低啊 我們不行啊 我們笨啊 恰恰是新中國的一個很 很基本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覺得中國人特別聰明或者啥 但我也沒有覺得特別笨 我覺得都挺好的嘛 有一些比較聰明的 有一些比較笨的 整體來說不錯 你好像 覺得中國大陸人跟台灣人很不一樣嗎 我不覺得呀 跟我們德國人很不一樣嗎 我不覺得啊 我覺得我們在 就是我們德國人有的東西 你也可以有啊 台灣有的東西你也可以有啊 幹嘛不可以啊 但是新中國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不 我們不如 我們不行 我們不能有那些東西 然後簡體字其實它代表著這種想法 因為你看嘛 中國不是 但是 某胖胖建立新中國之後 就說哈 大部分中國人都詩字 是吧 都會寫字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它的數據靠不靠譜 但是我相信嘛 方向是大部分 肯定不是所有 肯定也不是 百分之九十九嘛 因為有各種方言嘛 但是 方向大部分嘛 很不錯對吧 然後但是 人家台灣也是 民國 對不對 人家民國 它認識的字跟你不一樣 它的字是正而八經的漢字 就是它可以直接看懂古文 對不對 你就不可以 你的那些字就 就簡單化了 因為你笨 因為你認為 我們不能用那些複雜的那些 真正的那些 自己屬於自己文化的那些漢字 我們必須得用一些 簡單的一些字 是不是很奇怪嗎 為啥 你為啥就是 台灣用的那些字你不能用 難道 你的智商不如台灣嗎 奇怪了 我為啥說那麼多呢 因為不是 喜大大在那兒演講嗎 哎 巴拉巴拉巴拉 然後說什麼 他想說的是 通商寬農 對吧 然後結果呢 人家因為 因為是簡體字 這個農字 跟衣字 衣服的業 不是差不多嗎 結果呢 人家就念錯了 就說 通商寬衣 讓大家脫衣服嘛 就是我覺得 其實 他這麼說 也不代表他不懂啊 也不代表什麼問題啊 就是我們可以吐槽 但是其實 我真的覺得意義不大 人家就是看錯了一個字 演講可能不是特別專業或者啥 但是 這個也不說明他作為主席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但是恰好說明了 你們這個簡體字 其實他就是有問題的 他就是啊 中國人好像就是大陸人嘛 一直在嘴上掛著這個博大景深 中國文化博大景深 啊 普通話博大景深 什麼漢字博大景深 其實 什麼博大景深呢 就是傻 就是 你本來有兩個字 農 一 結果呢 因為你覺得自己笨 因為當時 毛胖胖 他不是本來還有廢出漢字嗎 要用拉丁字嗎 什麼漢見呢 不是把中國徹底西方化了嗎 還好那一點沒有做 但是 他這個簡體字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行 我們必須得用那些笨的那些字 然後我老了呀 我當時學的中文啊 在在慕尼海大學啊 先學的普通話 就是簡體字 那個已經夠辛苦對吧 學了什麼 啊你好啊 謝謝啊再見那些 學了一年 然後完了之後老師說 我們現在要開始看古文吧 我們說好吧看吧 他說沒那麼簡單的 很多我們學過的那些字 還要再學一遍 因為就是寫法不一樣嘛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就要開始學那些所謂的 反體字 正體字 我當時在想 我們為什麼沒有從一開始 學那些正兒八經的中國字 為什麼要學那些 給傻子看的那些簡體字 真是愚美 然後喜大大 當然了 因為那個是中國嘛 不知道是他不自信 還是他的那些 手下不自信 反正就是 他說的什麼 通商寬衣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對吧 然後大家吐槽有什麼大不了的 也不說明好像 吐槽一下就完全反對他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都是文明人嗎 但是不啊 什麼通商寬衣都 都唱敏感詞了嘛 你什麼微博發不出去啊 微信發不出去啊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人家明明是 就是你知道 皇帝的新衣那個故事對吧 然後這一下是 皇帝他自己說了 不要穿衣服 然後當民眾 就重複著這個說法 皇帝的大臣說 哎 這個不需說了 那是不是那些大臣 其實 是把皇帝的話給和寫了 有意思 天啊 aya 啦 有意思